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还没进婚教会前 我跟我母亲的关系一直非常的不好 因为我从小就认为 我母亲对我舅舅及阿姨的小孩 比对我跟我哥哥还要好 再加上我母亲与我父亲离婚 所以我对她的印象一直很不好 当她开始对我们付出关心的时候 我们一直不能接受她 也当她打电话关心我们的时候 我们常常没讲几句话 我就开始不耐烦 也开始大声的起来 每次都是在不愉快的对话中结束 当我稳定的参加教会的主日子小组活动 开始知道我对母亲的态度是不对的 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也不蒙生喜悦的 但是我仍然放不下对母亲的怨恨 也不愿意为这件事情向亲爱的天父祷告 可是天父是大有能力的神 他完全知道我在我的母亲身上受过伤 同时也知道我放不下这些负面的感觉 感谢天父祂开始慢慢在我身上动工 让我参加了G1生命更新 在因为中的课程 我眼中出现了过往跟母亲的相处 她对我的伤害也再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分享过程中也是 我也是第一次有想流泪的冲动 过往我在聊起我母亲的时候 都是愤怒抱怨居多 但这一次我却有想流泪的感觉 但是我虽然难过 但我还是没有想要原谅我母亲的念头 但是上帝是奇妙的 于是那天G1结束回家 我鼓起勇气打电话跟我母亲说 妈妈我爱你 开始慢慢改善我跟母亲的关系 即使有时候口气不太好 我也会在事后跟她道歉 感谢天父 她的恩典已经大大改善了我跟母亲的关系 三月底我要受洗 母亲也特别来教会参加我的受洗 我们将这些荣耀都给天上的父神 我的妻子姻母亲常年在外工作 从小由她的外公外婆代大 对她而言母亲是一个既亲近又遥远的名词 跟妈妈的关系仿佛好像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 相当疏远 甚至她没有办法原谅她的妈妈 结婚后的我自然也受到太太的影响 虽然我们跟妈妈同样住在台北 但却住在不同的地方 妈妈其实对我们很好 也常常约我们去吃饭 买东西给我们 关心我们 她也试着想要拉近我们之间的关系 但我们一点都不领情 甚至有时候还会跟她吵架 拎嘴 但是妈妈总是原谅我们 包容我们 因为她知道我们是她的小孩 更重要的是她心中有爱 但这种疏离的关系 在我们信主之后有了奇妙的改变 我们逐渐的明白 神要我们放下自己学习饶恕 我们也会开始主动去找妈妈 记得有一次妈妈说 她晚上睡得很不安稳 心里也很不平安 我们就手牵手为她祷告 她当场深受感动的掉下泪来 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 渐渐的神更让我们常开心 邀请妈妈跟我们来一起同住 刚开始其实我们过得很开心 但是好景不长 记得有一次半夜的时候 妻子跟妈妈大吵了一架 当下妈妈气得离家出走 我心想完了 妈妈可能永远不会再回来 永远不会再理我们了 但是神总是很奇妙 她总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吵架的过程 让我们更了解彼此的想法 从中修复我们破碎的关系 让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 现在的她常常跟身边的亲友分享 我怕谁开的丰盛好 生理会这么好 一切都要感谢主 都是主要所有的祝福 还有每天下午 几乎她都会待在家里煮晚餐 等我们回家一起吃饭 吃饱了还会帮我们洗碗 再切水果给我们吃 买一大堆我们吃不完的零食 就怕我们吃不饱穿不暖 妈妈对我们的照顾 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她真是上帝派来的小天使 妈妈 请你原谅我们过去的不懂事 也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 我们相信我们今天能够彼此相爱 都是神所赐的 因为神就是爱 是祂赐给我们爱的能力 感谢主 妈妈 您辛苦了 我们爱你 感谢主 感谢主